聖方濟沙雷士及聖若望爆示高神修的七個良方 友情 聖方濟沙雷士是一位好重友情的人 他經常會以書信和朋友聯絡 並同時為他們提供神修輔導 給他們鼓勵和祈禱的支持 成為他們的父親、老師及神修導師 從他的書信中可以了解到 為聖方濟沙雷士來說 友情是需要保持開放的心態 認真聆聽對方的心 和海磁場地提供合適的幫助和建議 教導他們效法耶穌 背叛他們走向天主 聖若望爆示高很喜歡和學生做朋友 以贏取他們的心 他認為教育者要用心友善地和學生對話 以理由教導提醒他們 好讓他們了解和謹記於心 教育者應該是一個完全奉獻 為尋求學生福祉的人 所以應該被免使用懲罰 因為懲罰往往會破壞友情 我們邀請大家學習聖方濟沙雷士 和聖若望包斯高的神修良方 友情 和朋友談談時要有同理心 時常帶給朋友喜樂 和朋友對話要親切 時常要帶著喜悅的目光 要和青年做朋友進入他們的世界 了解青年的需要並提供幫助 幫助青年成為良好公民熱心教友 希望各位能夠和青年建立真正深厚的友情 讓他們認識和熱愛天主